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羡慕 羡慕 Yo 我的喇喇吼 207年最红是你了咯 是不是 都是这条粉厂啊 你看 现在全世界都叫我喇喇 蛤 人家我是要做我爸的吗 喇喇是什么 你看不出我做我爸路线的吗 喇喇 你看不出的吗 喇喇 人家我也叫做王家啊 你不改了 负责了 你搞了我 你这样搞定我 你不是Fashion Boy 有没有这么厉害 可以没有你讲 交给我啦 我讲这样多是 可能会做我的先 会就快点改造啦 不讲多话讲 妈的 会做 今天要跟你说 喇喇其实也可以变奥巴的咯 只要你有上进心 喇喇也可以变韩心 多点看Fashion Boy的video 帮你Fashion到不要不要的咯 所以今天我会把喇喇 换了个大改造 用的都尽量会是她上一只 所穿过的衣服咯 基本上是个不可能的任务啦 所谓的Street wear 就是要秀个人的态度 我懂是龙哥让你相信 可以这样穿的 可是 穿成这样 是谁的错 当然是龙哥的错啦 难道是你的错咩 她忘了你不会想 在我的认知里面 Street wear 是个非常看脸的style 就算你没有脸 你至少要有气场 不然的话 你也只是在穿着 卖贵了的衣服和裤子 搭配衣服的秘诀 在于什么呢 就是不要贪心 一个造型 最多两个主角 所以我保留了 现在最流行的 这个Velvet hoodie 还有这个头巾style 上半身高调 你下半身就要低调 所以我再配上一个 H&M的棉裤 搭配这个滑板鞋 吹哟 感觉上可以去拍个 mic drop的cover了 会不会跳 不重要 自在帅到不要不要 想要剪简单单 穿T恤都很帅 可以 首先把你要这样 睡觉衣去丢掉 睡觉衣是睡觉才能穿的 现在还有精神人质 都要去烧掉 这个年头 要做帅哥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拥有以下几样东西 就是帽子 眼睛和腰包 衣服一定要穿oversize 裤子一定是运动裤 自己鞋就一定是球鞋的 基本上 这个是2017到2018的 Swagger Starter Pack 没错 这也是传说中的 穿着淘宝的衣和裤 依然可以像皇家有那么酷 穿西装最重要就看起来贵了 你穿到这样 拉拉他他不三不四 哪里还会贵 喜欢Kpop是没有问题 可是你要懂 Kpop是一个 看脸看package的game 买的嘛 于是我就给拉拉好书来个 OPPA的三七分线头 然后 再给他这个OPPA starter bag里面的turtle neck 做内打 因为哦 这种浑色的衬衫 还有扭托托衫衣的style 非常的看脸 然后呢 我就把那件颜色好像烙塞这样的裤子 还有那个很weigh的鞋子 换去黑裤 还有黑皮鞋 让拉拉好整体的色调看起来更加的稳重 也顺便让他那个五尺四孙半那么精致的身形 可以视觉延伸一下 最后在皮上那件银色的外套 这个look简直可以出席妈妈2018了的 当你整个look都看起来像明星了 你衣服不穿好就已经是个style了的 其实还是拉拉好的招牌波罗T 穿波罗T的秘诀 除了是不能立领之外 更加不能有多多batter 所以我帮拉拉好书了一个OPPA的三七分线头 然后再配一副金丝眼镜 至于裤子 我就给他还穿一件成熟稳重的深蓝色西装裤 配黑皮鞋 让整个人看起来干净利落 再添几分优雅 那你要让女生对你有好感 嗅觉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就喷一喷一个Mont Blanc的Legend香水 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你迷人的味道 最后再配上一个OPPA很爱穿的毛衣 当他陶醉在于你给他的视觉还有嗅觉的享受 他就在想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享受 接下来有什么享受你自己想的 那至于拉拉虎最爱的Gucci帽 我把他留给下一个look 我称为明星look 没有人会去质疑明星身上穿的是真的还是假 因为是理所当然的 说明了我们不能很刻意 所以要穿起来不刻意的秘诀在于要blend in 你看 你现在这一身优雅的打扮 再配些Gay by the pattern 复古的来又带一点优雅 所以只要你帽子是A货 外套是Unico年底促销699买回来的 再配上一个很低调的背包 你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来度假的一个行星 然后你还需要一个明星必备小道具 就是黑色口罩 一戴上去整个人就变明星了 这是一种我刻意不要让你知道我是谁 但是我要你去猜猜我是谁的概念 结论是所谓fashion能不能驾驭完全是看个人的sense 但是当中有个不变的法则 经过fashion boy多年的研究 得到以下的方程式 f equal to mc square 这个理论提出的是 不管任何的fashion 都是一个比例 颜色和创意的结合 你必须要先考虑 衣服最后会呈现出来的整体比例 对你的利与比 然后再去决定配色 之后才加入创意的巧思 啊 除了sense 还有个人气质 干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分享两次 看个八次 看你爱上我一直包 也要like我的page follow我的insta 也要订阅我的youtubechannel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